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怎么想的 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的名字非常好听 叫做Safety Act 啥意思呢 就是让你变得更安全的法案 这个安全法案听着这么好听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扒一扒 说看看这个安全法案 里面到底都说了点啥 就是从2023年开始 1月1号的时候 一系列的东西全部都会变成法律 例如像说现金保释全部废除 他们全部都会被直接的保释出去 也就是说他不用付任何的钱 他不用付出任何的代价 你只要犯了罪了 这基本上就是等于抓了就放吧 对 抓了之后就一定会放 以下这些东西全部都会直接被释放 那包括什么呢 包括绑架 持武器抢劫 二级以下谋杀罪 吸毒造成的杀人 刻意酒驾 然后还有威胁公职人员 那不止这个样子呢 还包括刻意的偷窃跟强盗 这个intention 这个我不知道 这有什么意思 就是有人会不经意的偷窃跟强盗吗 就可能路过 然后就说 正好别人打打抢 那我也加入吧 然后你就进去拿个鞋拿个包 那就是不经意的 我觉得这些 就是这些左派立法人员 基本上他们都应该受过法律的训练吧 最起码应该是念过law school之类的吧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人全部都变成了法盲啊 居然有人花浪费这么大篇幅的时间 去写出这样一个法案来 为所有的犯罪的人来开拓 千方百计的不让这些人进监狱 而且不只是这个样子 还包括所有关于毒品的犯罪 就包括运送以及贩卖芬太尼 不管犯罪的严重性 都不可以扣押犯人 什么 对 除非有强而有力 这个证明说这些人是 有严重逃跑的可能性 当罪犯不出庭的时候 就像说 你的法院时间到了 你必须要 你得来 对 不然的话 你这个之前付我保释金就被没收 现在已经没有保释金了 对不对 你没有保释金了 那这人就跟不来了 你钱都没在人家那你来什么呢 对 如果说你没有出现的话 照道理讲 法官会直接签一个搜捕令 然后就直接把你抓起来 这个警察就会到处去找你说 这个人有一个窝人在他身上 然后你要把他抓起来 现在不行 无法签订拘捕令 法院必须再度发出通知 让嫌犯了解说 他下一次的出庭日期 到底是什么时候 直到双方都了解出庭日期跟时间的时候 嫌犯还是不出庭的话 法官才可以发出拘捕令 我都不用你发拘捕令了 这么长时间我买张票 我去哪不行啊 对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你就是你有没有听过 就是serving这个东西 就像说我要告一个人的话 然后呢 我就要拿着这个 这个serve的这个 法院的serving的slip 就是一个通知单嘛 就在说这个 如果这个通知单 没有办法送到的话 那他就不需要出庭了 那你说这人可不可以说 哦 我那个信箱里就没有啊 对 我就没收到啊 或者 那个 我这一段时间都没在家呀 所以我也 就是反正我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没看到你这个信嘛 那我没看到 那我又不去嘛 我根本就不知道嘛 对 很多时候就是会这个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法律 对 但是问题是呢 就是他们既然通过这个东西 一定是他们有用意 对不对 你说这个立法人 或许他是个神经病 那所有看他法案的人 投票支持 他们全部都精神不正常吗 对吧 人心险恶呀 就像耶利米书说的一样 说人心坏到极数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只是在装傻 他们不是真的傻 如果说这个东西哈 在2023年马上就要实行 现在2022下半年了 你数一数 巴拉巴拉手指头 没有几个月了 那这个在2023年1月1号 如果这个东西就真正开始实行的话 很难想象我们社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但是这个东西它代表了什么呢 就是有这样一个法律出台 他们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那基本上就是在鼓励犯罪 对 听起来是非常非常的 就不用基本上来 这根本就是鼓励犯罪了 对 大家快来抢劫呀 大家快来伤害人呐 反正你也不会被抓 你也不用交钱 你想干什么都可以了 他那个有一个警察 就在节目上就讲说 48小时之后才可以去拘捕这些人 就是如果说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那你就说他们都已经可以开车到阿拉斯加了 你都不开车 你买张机票 你去台湾 13、14个小时你就到了 你还48小时 他们想要创造的就是一个罪犯满街跑的一个东西 然后杀人都不用负责 因为他上面讲的很清楚 二级谋杀以下的就都不用负责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群 没有任何目标的人 然后被欲望控制的这个人 这个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人如果没有目标的话 就是会被自己的欲望来控制 就是不管是 你就讲基督徒好了 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话 其实基督徒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 然后很多人没有读圣经的话 你根本就你问那个人说 你为什么当基督徒 基督是为了什么 他没办法回答任何东西 然后他们的生活就会变得跟一般的人差不多 他们的生活就不会被改变 就是就算他已经当了十几年的基督徒 然后看着这些人这样做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必须要这样做 基督徒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他们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让所有的人都觉得说 我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 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美国既然是自由的国家的话 那我就有理由 而且我是受害者 我既然是受害者 我既然是被这个白人的异性恋的 基督教建国的这个东西来压迫的话 那我就有权利去夺取这些东西 他们就是要创造出来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社会制度 让所有的人都盲目的去寻求自己的欲望 让所有的人都被欲望来控制 对我们会害怕 那我们害怕的时候呢 第一个我们想到方法就是我们要自我保护 我们会去买枪啊或者什么 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你要在芝加哥买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在芝加哥你要去有能力来保护自己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只有罪犯会有一堆枪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守法 就是杀人的人他会有很多种方式去杀人 但是不想要被杀的人 你基本上找不到什么方式去保护自己 当人拿着AK47来的时候 你总不能拿个菜刀去跟人比划吧 也可以啊 只是就是会输而已 对大概就是你以为像电影里面啪啪啪 可能子弹都挡掉了 其实就啊 对你以为真子弹 对 那人们害怕的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要去寻求政府的保护 但是这一切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政府造成的 政府创造了史上最高的犯罪率 政府鼓励犯罪 政府让你没有办法来保护你自己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说 你如果要我们解决这个东西的话 第一个我们警察不够啊 对不对 我们社工不够啊 这都是要钱的嘛 我们要征罪 你们这些平民 如果说你们要好的社区安全 那你们就多交钱 我们一起共建繁荣社会 对 各位如果可以没有发现的话 就是政府所有的政策 政府所有解决东西就是一直丢钱 对 就像加州的教育 加州教育好烂哦 丢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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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homeless的问题 对 homeless丢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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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加州教育有变好吗 没有homeless全美国人口最高 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政府永远没办法解决任何的东西 但是他们解决的方法 然后他们要夺权的方法 就是让你的权力越来越低 让你越来越没有权力 这个时候他就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你已经完全没有反抗能力了 等于说他们是想要利用这一切的犯罪 来去更加的控制整个所有的人 对就是达到他们一个目的 所以来捋一下子 就是社区治安滥掉了 人就开始害怕了 害怕人就说警察呀快来呀 快来保护保护我们 但是你在问政府寻求保护的同时 做坏事的就是政府 你问一个坏人 就是一切的原因都是他造成的 然后你跟他说你来保护我 那你觉得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 政府就会问你要更多的钱 政府也不会跟你提说 真正犯罪率高的真实原因 到底是什么 他们就说你给钱我来保护你 第二个就是你看 这些人杀人都是用枪 枪坏坏 你们把枪交给我们 我们来保护你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把你的枪给收走 把你的钱给收走 然后这个顺势一推动进枪 人民手无寸铁 武器也没了 钱也没了 失去了保护自己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说 当我们看到极权政府的时候 我们可以对抗他的武器 这些就一下全被人收走了 那所以他们做这个东西 完全就是像一个 Circle的一个东西 完全这一套流场打下来 给人的傻碗都骗走了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做的 有几件事非常紧迫 有一件事是什么 就是你特别喜欢的 对就是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我们要赶快的去买枪 很多的人会觉得说 我们不需要枪支 我们的基督徒就是 靠祷告可以战胜一切 但这其实某层面上 的确是这个样子 我们的确是不应该要去使用暴力 或是怎样 但是我们保护我们自己 还有保护我们家园 保护我们的社区 是非常必要的 例如像说 圣经里面 城墙上面的这个 泥洗米漆啊 对全部都是拿着刀子 然后呢准备好 边盖城墙 然后边拿着刀子 守卫墙的 对 所以说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守护我们 不只是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家人 还有我们的社区 我们能守护的是 我们能在乎的人 而不是依靠政府 然后把所有的人都变成 政府的打手 然后变成警察站在你后面 对 就是自我保护 自我防卫 跟蓄意攻击 这是完全两回 完全不同的事情 所以你买枪 并不代表你有枪 你就是坏人 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事情 买枪是增强你自己 抵抗防御的能力 那就像我是呢 你说我就是这样一个女生 对不对 我也没什么力气 我个子没有那么高 那如果这个时候 有人真的拿把枪 来到我家里 我在家里没枪 我要怎么办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你现在可以要反对 我是基督徒 我爱和平 我反对 当如果真的有人拿着枪 到了你们家门口的时候 拿枪指着你 指着你老婆 指着你小孩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会说 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心甘情愿 被这些人杀死吗 No You won't say that 那个时候你只会 你会后悔 你为什么没有早点买枪 我们在美国 这是一个很自由 很棒的国家 你在台湾能买枪吗 不可能 你那时候买买玩具枪吧 一辈子可能都见不到枪 但是在美国 你居然有机会 可以去枪店看这些枪 你有机会可以挑一个 你自己觉得 最酷炫的武器 来保护自己 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所以不管你是男生女生 大家抓紧时间 去买枪 但是买了枪之后 也要训练 有一个枪械制造商 叫做 Colt 他的slogan很酷 他说 God created all men and Colt make them equal 所有的人在枪的面前 都是平等的 在常常有的时候 我们会因为 某些人很大只 然后你打他 他不会痛 然后或者是 像说你是一个女生 你的力气比较小 然后你绝对打不过男人 或是之类的东西 但是枪这个东西 是让所有的人 都是平等的 别人必须要尊重你 别人不可以随便侵犯你 因为你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当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保护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这个样子才是真正的平等 而不是说 只有政府可以有枪 或者是只有政府 可以压迫你 然后只有 那些帮派分子可以压迫你 然后你什么都做不到的时候 这个东西不叫做平等 所以说 觉得要进枪的人 不管是台湾人 还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们都会觉得说 枪是一个很糟糕的东西 for some reason 然后只有坏人才会有枪 我记得我二阿姨来的时候 她说你包包里放什么 然后我就给她看 就是说这是我的防弹片 然后这是我的手枪 你水深器带枪啊 你这样子很危险 万一周火的话又怎么办 你这个人 反正就是一系列的东西 我们对枪是完全不了解 讨厌枪的人永远都是完全不了解枪的 就像讨厌圣经的人 讨厌基督教的人 就是从来没看过圣经 也不知道基督教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那你如果要是真的讨厌枪 因为你害怕它的话 那你同理你也可以讨厌那种大卡车 或者你也可以讨厌菜刀 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一样的嘛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买枪 训练 保护自己 然后还有就是维护宪法第二修正案 其实很多时候宪法第二修正案 是完全被我们忽略的 完全在华人群体里面被忽略的 哪怕是特别爱枪的人群体里面 也是完全忽略宪法第二修正案 这件事情 我有在一个枪的群里面 OK 对 然后呢 他们会在里面讨论 那我有的时候会把我们的新闻发进去 有一天这枪群里的人就生气了 他们就说 这是枪群还是政治群呢 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 我们跟政治到底有什么关系 我们只是喜欢枪 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呢 说要不然那个群主就清一清 把这些人都提出去吧 然后我就在 枪群啊 对 然后我就在群里面跟他说 我说如果你不在乎政治 如果你不在乎宪法第二修正案 那你就只能玩玩具枪了 你真的不用在乎了 这些东西都是完全相互关联的 对 宪法第二修正案 是否能够 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 这个跟你能不能买枪 买什么枪 这是完全有关系的 如果你不在乎 那你真的就有一天就没有办法买枪啊 这就是最直接的后果啊 你不要等到没有办法买枪的时候 你再回来骂说 哦 政府怎么样 政府怎么样 你没有从早开始维护 你买什么枪 这就是很直接 很明显的结果 但是很多人就是没有办法想通这一点 就说我买我的 为什么我要在乎那个 You have to 而且政府永远都会夺取你的枪支 我打个很简单的例子 希特勒那时候 对犹太人第一件事情 就是夺取他们的枪支 然后之后再把他们围起来 然后呢 之后再把他们送到集中营 然后之后再把他们送到毒气室 然后澳洲也是这个样子 加拿大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纽西兰也是这个样子 中国大陆那个时候 中国政府是很鼓励大家有枪的 一人一把枪之后 中国是全面进枪 一把枪都不行 你只要有枪 你就是社会的敌人 然后呢 你想反政府或是怎样的 每个国家在革命时期的时候 都是处境 说人民应该要有枪的 枪才代表自由 各方面的 坏处就是 没有一个国家 除了美国跟墨西哥 你想想看墨西哥 只有这两个国家 有把这个持有枪支这个权力 写在宪法里面 而且这是一个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 政府绝对会侵犯人的这个权利 政府永远都想要人民 一点保护自己能力都没有 就像很多那种 很变态的那种父母 他们就希望他们的小孩 永远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要做 全部都他们来做就好 然后他们让小孩完全的依靠他们 那些小孩长大之后就变妈宝 永远长不大 那政府就是希望 我们每一个人都变成这个样子的人 没有自己的思考能力 没有自己的这个目标 永远都只靠他们来去帮我们 做所有的决定 那首先夺取枪支 让你失去自由 让你失去反抗能力 这就是第一步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说 芝加哥已经通过的 这样一个法律 在2023年即将开始实行的 这个东西 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因为你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来讲 不管你有宗教信仰或者是没有 你只要按照正常人的逻辑来讲 你就会觉得说 这些事情怎么会那么可怕 怎么会把人的生命当成儿戏 但其实这个东西是有根源的 就是杀人不用负责 这个其实什么呢 就是不珍惜生命的后果 那如果作为美国人 你真不珍惜美国人的生命 或者是你作为一个人类 你真不珍惜另外一个人类的生命 这也就是说 为什么要全力的反对堕胎 这根本就不是说 因为说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一定要全力的反对堕胎 不是 因为他是人 我们拒绝任何一个人被无缘无辜的杀死 在他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 那你如果说你都没有办法照顾 或者你都没有办法为你整个国家社会里面 最弱小的那个一个群体 他们的生命你都不在意 你觉得就像这种外面到处跑 走在大街上的人 政府会在意吗 政府已经知道了你们人民 很多人连最弱小的群体都不在意 他们当然不会在意任何人的生命 不会在意你的 不会在意我的 我们这种东西在他们眼里算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生命在他们眼里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价值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全力的反对堕胎 因为我们认为每一个生命 都是极其有价值的 而且每一个生命都是极其宝贵的 不管是你是已经出生之后 你还是没有出生 在你变成那个生命的那一刻开始 你的生命就是非常宝贵 而且非常有价值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去尊荣生命 然后让所有人都知道 生命的重要性 如果大家要知道的话 我相信不会没有人起来反抗这个东西 那这东西我觉得可怕的点是 有好多的人去支持 首先整个市议会的很多的这些 不是市议会是州议会 州议会啊 伊利诺伊州啊 对对对对 是整个州 还不是Lori Life 是整个州 是整个伊利诺伊州 不是芝加哥市 对那这样子的东西 各位也都知道就是 民主党的议程 有几个重点城市 他希望全美国都往这几个重点城市 来去执行 就是未来美国最好全部变成这个样子 第一个就是加州 他希望全美国变得跟加州一样 纽约第三个就是伊利诺伊州 所以就是这几个州呢 觉得我们如果全部都变成这样 全部都变成社会主义 然后全部都进枪 全部都让人都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然后呢 变得一团乱的话 it doesn't really make sense but it makes sense to them 他们觉得这个样子是最好的 美国国力下滑 美国人变得软弱 对于政府是好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最危险 最可怕的一个事 各位应该也看得出来 只要美国一变弱的时候 只要美国开始脱离神 只要美国开始变得没有道德 然后没有底线的时候 全世界都会跟着乱 就跟现在发生的事情一样 不管是在什么乌克兰啊 整个欧洲啊 还有就是亚洲啊 每个政权都会变成一个 往独裁者的方向去走 那当美国也变成独裁者的时候 这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可怕 包括这个堕胎的议题 当美国开始接受堕胎 当美国开始变得 promote这个事情 promote说我们不需要 把这些生命当成生命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都不会把生命当成生命 这个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也就是更加能够证明 就是基督教的这样一个价值观 对于美国来讲 或者是对于捍卫 整个全球一个价值观的走向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不仅仅是说 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或者基督徒特别热心的 大家关心美国的情况 不仅仅是这样 这个其实只是一个非常表面 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而已 但是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在意 我们真的在意 而且我们是不是明白 这些事情不仅仅是只有 人在做这些 你说伊利诺州的 所有的这个州议会的人 通过这些东西 那他们有的人是真的相信说 这个东西通过了就是好的 他们是希望 政府权力大去掌管人民的 还有的人是因为 如果这个东西通过了 它可以从中获利 它是因为钱的关系 还有的人是因为 党派的关系 比如说他可能要晋升 或者要干嘛 那整个党派投 我就跟着一起投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已 那还有一点就是非常真实存在 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 就是一个属灵征战的东西 就是很多时候有的人做坏事 你说真的有任何理由吗 他就是想做 他就是想做 在这里跟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一个特别真实的一个故事 上个礼拜天呢 我们去走岛 去走岛 我们也有在频道里面 跟大家讲 那上个礼拜天 这个很高兴 我是非常高兴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 这次来出来竞选公职的人 他们不仅仅是说 有这个对于国家这个热忱 或者是你看到现在这个状况 他们感觉到 哎呀很反感 不出来不行了 我们一定要回到正轨 他们是非常明白 鼠灵方面的问题 这个这个是我觉得很开心 就是他们能够 明明的明白说 圣经里面的真理 倒是怎么讲 然后他愿意 背这个真理 说我愿意按照这些行 而且他们明明知道 这其实不只是 人类跟人类之间的问题 说左派有多坏 右派有多好 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是非常真实的 一个鼠灵方面的问题 所以上个礼拜天 我们有一个走岛 跟You First Campaign的 四个候选人 都在我们节目中采访过 那一个就是 Running for Congress 就是去联邦国会的 38区的众议员 秦政国Eric Ching 还有呢 像Mitch Clements 然后这个Jessica Martinez 还有Raul Ortiz 牧师 就是反正是这四个人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 那个代佬的勇士 我们这些朋友 在Wanna 就是核桃市的市政府门前 我们在那里聚集 说大家一起去走岛 那我们那些走岛呢 其实是 是这样分 就是 有打印下来一张纸 然后是这四个人 所在的所有城市 都在这个纸上 那他们有互相重叠的 比如说像核桃市 那可能有三个人的选区 都包含核桃市 这样一张纸写得很清楚 所有的城市都有 那这样都有呢 就是说我们分成四组 一个候选人代一组 代一组了之后 我们这些人就开车去 你可能大概 比如说像我们这组 我们就一共跑四个城市 就是说我们去 这四个城市的市议会 去市议会那里面 祷告 然后宣告 就比如说我们宣告 这个土地神 已经赐给我们了 这个土地是奉耶和华的名 怎么怎么样 我们是去宣告 然后会按照不同的感动 就你到那儿 可能有感觉说 这个城市 它到底需要 哪一方面祷告 比如说像蓬沫 我们知道有很多 非常黑暗的事情 在蓬沫 像是什么 human trafficking 这个走私 妓女的这些东西 都在蓬沫 所以你到了 这样一个城市的时候 你会针对 针对这样的东西去祷告 那当时呢 我们在的这一组 我就是跟Everstein 我们勤政国 我们一起有七个人 包括Persela 我们七个人 就在这一个群组里面 开两个车 我们就第一站 先去了蓬沫 的那个市议会 蓬沫 市议会好漂亮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去过 你城市市议会 城市议会 很多building 很漂亮很大 然后那个大圆 像公园一样 就很好看 那楼很大 很明亮很漂亮 所以我们到那儿 把车给停下来 那就发现 市议会 其实礼拜六 礼拜天没有人上班的 所以大楼里面 都是关的 也没有什么人在那里 那我们把车 停好了之后 我们就下来 走到那里 围一个圈 然后我们就开始 祷告 我就开始宣告 那祷告完了之后 我们就上车 然后再去下一站 那我们那天 第二站 就是去 City of Industry 就罗兰港 这一块 City of Industry 开车 开到那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 一个现象 你右转 就是市议会 你到了这市议会 前面就发现 市议会那条路 叫Mayer Dave Way 我还看一眼 我说是怎么回事 后来才发现 他们有一任市长 叫Dave 叫David 他自己把门口 那条路 给改成 他自己的名字 这个人在2020年 已经去世了 是一个老市长 所以就是 你会知道说 一个城市 如果它是 真的为人民服务 还是它想要 自己去表现 什么东西 要往自己脸上贴金 或者是它真的 on that神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他把市政府门口 那条路 改成了自己名字 然后后来我们 到了那个 市政府的那个 大院里面 去停车嘛 两个车就进去了 还是一样 没有人上班 两个车停到那 刚停到 我们刚下来 你知道吗 就在那个市政府 那个院里 有个车在那停着 他也没停到 停车位上 就一个黑车 一个女的在里面坐 不知道在里面坐着干嘛 市政府都没开门 就他一个人 他在车里面坐着 OK 我们一下车了之后 那女就趴窗 喊说 你们来干嘛的 然后我就 然后有个人 好像是勤政国 他说说 我们是来祷告的 然后那个女说 哦不行啊 你们要马上离开啊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私人的领地 是市政府 呀市政府 市政府属于私人的领地 对 这个女就在车里说 然后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女是谁 因为她车上 她很明显不是公职人员 有什么警察这种都不是 她车上也没什么 她穿的也 不是制服了 然后我们就 跟这个女的讲了两句 然后就觉得说 好那我们大概率就不要管她 对吧 这个女的怎样 你知道吗 她开车马上开走了 过了一会儿 Security来了 我们到了市政府门口 围了一个圈 要开始祷告了 Security就保安 开个车就来了 那如果你要是不说她是保安的 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很难发现 因为她穿的衣服跟裤子 颜色跟警察是一模一样的 啊 她开那个小车 上面也是有点像警车似的那个样子 她就开车就来了 来的时候那人就在车里面 就跟我们喊 说 你们要干嘛 我们说 我们要祷告 那这一段呢 正好就 拿手机给录下来了 那接下来 大家就来看一看 说这个人 他到底都说了些什么 这位柳好了 从哪里 练习 SAY you're not here ma'am can you not do that don't have to please don't do that please don't do that please not show my face anywhere well we're going to you public you cannot you can call the sheriff you're from walnut yeah why are you over here want you're in walnut i want to pray but this is private property sir we have good friends and i don't know any city hall is a private property tell me any code in california is a private property any city hall is a public property you call the sheriff call the commander i know him I know that every city hall is a public property I've been doing this for ten and a half years I don't know any city is a private property if I see my face on any social media or like that I'm going to sue you you don't have my permission to use my face okay public property I can use it I can do it okay okay sir this is private property that's it's that simple it's private property you say that again if you want to go across the street then you're fine over there or if you want to go across there across the street that may be a private property because it's somebody's private property city hall this is city hall it belongs to the people people for praise this is private this is not a private property this is private property you're harassing people I'm not harassing you this is private property ma'am property for who's property whose property it is okay there's a reason that I'm here there's a reason why we're here to pray over city hall we're going to be here talks you've actually extended our stay because we're in and out in five minutes you want to call sheriff I think we're right there yeah yeah call me 大家好我是清正國合法室的市議員也是38區的候選人 我們剛剛有在每個城市禱告的時候碰到一些小插曲 這個小插曲就是說呢城市裡面他們叫的這個可能是警衛呢來騷擾我們 實際上我們做的事情根本沒有不合法 這是大家都可以做的到每個城市的市政府 因為大家不要忘記市政府呢屬於公用的資產不是私人的資產 我們在那邊我們幫城市禱告如此也很簡單 但是這個事情提醒我們說不是所有的這些公職人員呢都有這種守法或者知法的這種啊這種啊嘗試啊 所以說呢如果碰到不合理的地方呢你要居里力爭 那為什麼來選這個國會議員就是我要為你居里力爭 然後我要保護你們大家不要讓你們受到惡人的傷害 哇哦你沒去嘛那你看到這個視頻你當然是有什麼感覺 就覺得說第一個為什麼市政府會是私利的一個地區 對因為市政府全部都是納稅人的錢 蓋出來的裡面的員工也都是納稅人給的所有東西 包括那個保安那個security officer應該也都是用納稅人的錢給的 為什麼會是一個私有領地 對就像美國這邊有很多那種什麼BLM的那個land 就是bureau of land management 他們那個地方就是屬於公家的地 你在上面是可以打槍啊你要做什麼去打獵啊這都是ok的 就有一個人說這塊地是私人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覺得非常非常的扯 對就是市政府對我來講就大概像公園一樣吧 公園就是誰都可以去嘛 那你不分那個禮拜一到禮拜五或者禮拜六到禮拜天 我想溜到了我就可以把車挺到那我就可以進去走一走 對吧那尤其像市政府這個地方 我能夠明白說這個保安被雇來 它是要保安嘛 對吧它要保護這塊的安全 但是我們只是在院子裡面 我們沒有說要求要進樓或者怎麼樣 我們只是在院子裡面 那這樣他就告訴我們說你們馬上要離開 然後我們說我們是來禱告 他就馬上要離開 結果這人就真的打話叫了警察 他打電話報警 報警說我們闖私人領地 那當然呢我們這一組也不怕啥對不對 我們有秦政國嘛 秦政國 這保安打電話 秦政國也打電話 他打給誰打給那一片的那個警察的commander 打話給警察局所長說 我們在市政府禱告 要趕我們走 說我們在這裡是私人領地 他說我從來不知道市政府怎麼會變成是私人領地呢 這明明就是公共的嘛 公共區域 那警察就來了 來了之後呢 那當然是因為秦政國有打了電話 所以這個事情到最後就順利解決了 那些警察來了 還跟我們點頭哈腰的 還跟我們那個揮揮手啊 就說因為人家上面給指示了 說 Leave these people alone 讓他們就祷告 他們就祷告吧 就不要管他們 他們去完這一站還會去下一站 那這一片你們就都不要管他們 他們去祷告就祷告吧 所以你知道這個對我來講 是經歷一個非常真實的属灵征戰 因為我們剛第一站去了彭茂納 第二站到了四六億元大水 第一個是那個女的在那幹嘛 就是怎麼會有一個人在那裡等著 就專門舉報我們呢 然後第二個是 這是一個明顯的謊言 每一個人都知道 市政府不可能是私人的領地 但是為什麼他可以這麼大膽 而且這麼直接的 用這個理由來趕我們走 如果說用其他的理由 安全考量的話 就像你剛說到公園 公園也是有可以去的時間 跟不能去的時間 那你如果說你在不能去的時間 你晚上11點之後 你還在那個地方的話 警察就是可以抓你 你什麼大半夜三點 你在那搭個帳篷 然後喝酒睡覺 抽大麻 那這樣的話警察 當然可以把你remoto 但是我覺得最可笑的一點就是 他說的這個 這不是一個正當理由 你如果要說 哦你們一下來的人太多 我作為保安我有點緊張 我想問問你們來這裡幹嘛 你這些都是可以被理解的 但是他直接就說說這個地方是私人領地 你們不可以進來馬上離開 那這就是一個非常愚蠢 而且非常虛假的一個理由和借口 所以我就會想到說 哦撒旦就是謊言之父 他可以把謊言說的跟真的一模一樣 那他就是會用這些人去阻攔 我們到市政府為市政府祝福祷告 那這也就是可見 基督徒其實做的有點少 就是為市政府祝福祷告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不管你是平時路過市政府啊 或者是走路經過不管是學校 醫院所有這些公家機關 祷告就是應該成為我們的DNA 你就是為這些地方祝福祷告 不然的話這個属灵空氣 真的沒有辦法轉變 你說我們就去了 就祷告一下 就搞來那麼多警察 而且不光是這一輛警車 我們走了之後 路上又陸續碰到好幾個警車 他那個人一打電話 這些警車全都到附近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很慶幸那一天他在 如果他不在 這個保安完全可以打電話說 這些人transpassing 對他們到了私人領地 那你說如果這個保安說了這樣的謊言 警察也來了說 這就是私人領地 你就是不應該來 他看這一片的 他跟我們說了 你就是必須要跟我們走 那如果要是這樣的 你作為平民老百姓 你能怎麼辦 那個保安來之後 他跟我們說什麼呢 他說你們來這 市政府說這個院是私人領地 你們不可以來 你們可以到對面去 秦振國說 對面才有可能是私人領地 那他可能是誰買的一個什麼家 或者怎麼樣 那他人家私人領地 這個地方就是公立的 所以這就是一個 你知道嗎 是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我覺得一般的老百姓去了 你看到一個穿得像警察的人 這麼直接跟你說 你就是擅闖私人領地 你心裡會不會打鼓 一定會了 鐵定會 鐵定會啊 但其實我都不打鼓啊 他做這玩意 他做了十幾年 他做十年半的公職人員 他當然知道市政府是幹嘛的 所以說法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了解法律還有了解法律的底線 到底是什麼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政府隨時都有可能 創造出無中生有的 對 弄出來一個法律 然後說你必須要 法律 拜登像說什麼 Forgive Student Loan 東西他是沒有權利的 然後Forgive Rent 他是沒有權利的 然後叫全美國的商業 往來全部停止 他是沒有任何權利的 憲法沒有給他這個權利 政府就沒有這個權利 對 既然是這樣的話 他還是照樣做 因為他覺得他有這樣的權利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的人 很多都沒讀過憲法 對 很多包括看我們的節目的人 也都沒有讀過憲法 不知道憲法在寫什麼 當你不知道法律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要怎麼回應 當別人侵犯你的權利的時候 你就不知道你自己被侵犯了 那 這跟讀聖經一樣 為什麼我們一直在強調 聖經一定要自己讀 因為自己讀了才是你的 你不能說我只要聽牧師的就好 我只要聽那個就好 那當別人challenge你的時候 你的牧師說的不一定是真的啊 你怎麼知道的 你如果有讀聖經的話 你可以說因為我讀到這個地方 像路加福音這邊這樣講 然後詩篇這個樣子講 你如果沒自己讀過的話 你就會說 或許別人是對的 我相信有很多的人都經歷過 這個樣子的東西 就說什麼 你怎麼知道是怎樣怎樣怎樣 你怎麼知道美國的法律是怎樣 你如果不懂的話 你就輸了 你就會被他問到 就算他也不懂 但是他可以提問 他就可以讓你自我懷疑 所以自己親自去了解 現在發生什麼事情 親自去了解現在的候選人 親自去讀聖經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不能再吃懶人包 對就像你剛才講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覺得 人們根本就沒有意識到一點 就是說 這些人他們會執法犯法 但是這個我告訴你 這個是非常普遍的一個現象 以前我也不相信 以前我想說 那像什麼拜登 OK 比如說拜登 好了就是總統或者這些公職人員 他們一定是明白法律是怎麼樣 所以他們肯定要先保證自己不去觸犯法律 但是不是哦 他們因為利用人們對法律的不了解 所以他們一步一步的偷偷摸摸的 都沒有偷偷摸摸的 就是正大光明的去跨越那個憲法 給他們的權利 一點一點去超過 但是人們沒有任何反應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他不會犯法呀 他說的一定就是對的嘛 就像那天那個人說不好聽的 他觸碰我們的那個憲法第一修正案 我們在一個公共的場所 祷告怎麼樣 你有什麼資格叫警察來 你有什麼資格干擾我們 去做我們憲法第一修正案 去維護我們的事情 但是你想 這人他就是被撒旦利用了 他可以把假話說得那麼斬釘截鐵 你心裡打不打鼓 你這個時候你會想到 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的權利嗎 你會想到說 這個長相警察人 沒比他說的是對的 可能我這個好像沒讀好 那我回去再好好看一看 所以這種時候就是 這些是屬於一些基本常識 就是我們自己有什麼樣的權利 法律到底是怎麼寫 這個呢小到你要保護個人 你保護家庭 你保護你的所有的憲法權利 大到的就是 國家裡面這些人 會不會不斷的僭越 憲法賦予他們的這樣權利 他們一直不斷的跨 一直不斷跨 從一個小政府慢慢演變成大政府 然後拿走你所有的權利 拿走你的槍支 拿走你的錢 還把你哄得樂樂樂樂的很高興 你還own nothing 對吧 我跟你說這是一個safety act 對 告訴你說這是一個非常安全的法案 所以 呀 這個我覺得是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提醒了 不管是說這個safety 這個act也好 或者是我們平時生活中 就像你去禱告 有人會欺負你的權利 這種時候你到底要怎麼做 我覺得首先就是 完全不要妥協 don't comply 你不要妥協 這你有的你就是有 別人來搶 你就是不要給他 他們建議你的權利 你就說no 必須強硬的告訴他 這就是我的權利 這就是憲法賦予我的權利 你不可以干涉我的權利 最主要就是你要先了解你 你自己的權利是什麼 我們只能把自己變得更強壯 我們唯一抵抗敵人的方式 就是 建設我們自己 建設我們的家園 創造出一個有利的社區 我們只有這個樣子才可以翻轉這個時代 我們不能靠了其他的人來幫我們翻轉時代 我們如果要建立一個屬於基督的國度的話 我們就必須要付出行動 我們就必須要去犧牲 就是我們不能妥協 我們不能跟很多 我們這次在看到什麼共和黨一樣 直接就是妥協說 我們是為了要黨的利益 不然我們怎樣怎樣怎樣 我們只要一妥協了 我們如果不了解聖經的價值觀 然後我們妥協了 我們放棄了 撒旦就會往前走一步 撒旦就會一點一點的清 我們現在的生活 就跟這次的這個Safety Act一樣 我殺人的話 算是一級摩擦罪很可怕 我如果吸毒了之後再殺人 這樣子就是我不能控制我自己 然後我很可憐 我是個毒販 我其實要被同情 所以說警察就不能抓我 所以就是一個殺人犯 他如果再加上吸毒 那他就可以被赦免 如果要是一個個人生活非常健康的 這樣一個殺人犯 他不吸毒 不喝酒 不抽大麻 那他這樣殺人 他就要被處理 對 你說這是什麼事件 所以這個是非常可怕 而且非常愚蠢的 我們如果要阻止這些事情發生的話 我們唯一的方法就是建設好我們自己 好那在節目最后呢 在非常快速的總結一点啊 就是我們要去那個做的是什麼 昨天的節目裡面講了囤糧啊 趕緊囤一些不容易壞的東西 不管是說會不會遇到糧食危機 你總是有飯吃 如果以後要漲價了 你還買到了便宜的大米 所以趕快去買東西來囤糧啊 第二點就是趕快去買槍 把家裡的人都訓練起來 不管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或者你是像我一樣的女生 趕快去買槍啊 如果你要是公民的話 你有這樣的資格可以去買槍 第三點就是什麼呢 趕快禱告 對 如果你不是基督徒 我也歡迎你加入到禱告的軍隊裡面 如果你是基督徒 那你應該更明白這個属灵征山的 這個關鍵性啊 在你開車的時候 在你走路的時候 或者你就是直接衝到市政府去吧 每天早上出去溜完的時候 市政府就去溜溜 你就在那宣告 怎麼樣誰來管你 對不對 你就在那祷告 你就在那宣告 所以大家要這樣行動起來 我覺得這個属灵轉化應該是很快 好那非常感謝大家 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伊特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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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